大家好,今天珠絲拉又跟大家說說八卦新聞 人氣男子組合ERROR成員193郭家俊早前上電台接受訪問 她突然爆哭情緒失控 我心想是否好像姜濤一樣壓力太大 但不然,看報道原來有些像我這個陌生棍口吻有 有空說說說,劉阿言攻擊她 但原來她最主要的原因是跟Dee、陳凱玲分手 她哭時,說說她一句話沒了她的努力 之前有些去做網購 那些人又入錢,又退錢,又爆了人幾句 很多人去unfollow他,所有所有的壓力 就正如我們這麼small potato,就會因為在那些討論區跟別人爭論一兩句 可能會很不開心,但是你想想,是蜂擁群插的 有很多不喜歡所謂的比較偏黃的,就會不喜歡他們 就覺得他們是黃人代表,黃台,不是黃台樣,攻擊他 可想而知,他每做一件事,都有很多人關注著 難道又因為這樣而閉嘴嗎?我們不能被滅口,打不死的小強 有人說他們兩個分手的過程相當不愉快 就已經私底下跟公司說,盡量都不要安排他們同場出現了 就是老死不相往還,搞得尷尬戒戒不歡而散 那我又看下樓下的評論說什麼 嘩,一個招牌集死幾件啦,口臭狗 嘩,兩個二打六? 是誰呀? 嘩,香… 不是,還敢鋪一九三這隻過街老鼠? 39歲,倒是垃圾生人? 關人甚麼事呢?有甚麼要就燒給你啦,完 吃屎幫到你呀 以前呀,打把靠不住呀,沒有家教 做她的女兒就比那隻狗呢 牙籤仔 短短這幾個評論,我是… 多少個呀? 21個評論,沒有一個是正確的 即是,做明星呢,有很多人就說 喂,你預料的啦 甚麼是預料的呢? 其實,在他們的角度 我只不過是參加了一個 可以表現到自己的真人選秀節目 即是,我想他們這十六條仔 都沒有誰說 真是會猜到自己在2021年的香港 會紅瘾到這麼診癢 即是包括,最… Eye Catching Idol 最多人喜歡那幾個 說的是Anson Lo,肥仔呀 那幾個 我想他們都不會猜到自己可以爆紅爆露感 即是可想而知他們 所謂做明星,紅了 他已經不可以搭地鐵了 起碼他已經不可以在旺角 捉著串魚蛋走 會被人拍照 連肥仔,這麼沒有偶像包袱 他都說,哇大哥 那些粉絲走過來拍照,不拍又不是 但我的樣子,當黑真的沒有化妝 頭又沒有設定,真的很醜 連肥仔這麼沒有偶像包袱 也有這些故技 你想想他們其他,Anson Lo 額頭露不露出來 都在掙扎半年 可想而知 我們都希望他盡快走出情商 看那個《又亂來》 《亂說話》的節目 《193》做主持 之前我跟大家推介 他真的有幾個角色 至少知道他是一個證人君子 不是保錡那些 有蝦條 是米酒雞 雖然 雖然我們都是葡萄人的 他那兩條女兒真是啪啪聲的 我之前也有跟大家透露過 我有個朋友很喜歡Jumbo Jumbo是誰呢? Jumbo是我一開始 我在ViuTV看到他 他有參加過《真人秀》的節目 即是在旁邊走角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突然跑去TVB 可能也是Carmen那些 又是轉經理人公司、contract等等 但原來Jumbo不經不覺出了十年了 真的我不看Viu 也不認識他 腌爆的身形,憑一串長腿 加上形象健康 有很多不少的獨男、獨L粉絲 他留言出帖 說歲月偷走青春 還為我送上幾條表情文 OK啦,這些也是沒有新聞而做的新聞 但以一個色情女的角度 色情是我的本性 但我真的不明白男人說Jumbo的點 我真的不明白 在我心目中,美女就是理解心流心油 令到我女孩子有sex appeal的 我會選Chantelle 不是星夢傳奇的那個 我沒有亂同僻的 不是那個 當然是杜汶澤身邊 經常在IG poll 有領下領下 搞得我叔叔依依也不行了 那個Chantelle 那女孩子真的很正 另外 有一次我問我男生朋友 在《亂說話》的節目有三條女 浩南、Helen 和廣告女王的Helen 短頭髮已經佔了 還有我們的角逆心 同班同學的角逆心 我問男的同事 我問怎樣?誰好?誰好?誰好? 嘩! 竟然有人說Helen 有人說浩南 但沒有人說角逆心好 不覺得那女的那盞燈真的很大 照得我真是狗狗無法入眠 比警察台頭的那盞燈 照得我真是兩眼發光 對於我來說 角逆心真是好正 很有sex appeal 即是你說和Jumbo 我想像不到 下山三千字 我get不到 我get不到也有很多讀L 否則TVB也應該不會簽它 同大家都有說過 《魷魚遊戲》這部劇 我覺得正劇真的有少少拖拉 有很多人物索造劇情的交代 稍嚴湧場 再加上我們不懂韓文 看字幕都看得追到人都瘦 我很喜歡看他周邊的報道 不斷劇透 不斷找他那些穿崩的東西 原來我看了一個人物介紹 一個叫女與美的女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正劇 就是說他被他爸爸強姦了 然後失手殺死他爸爸的女生 就是從彈珠遊戲 犧牲了 給了一條命 小偷女的女生 原來他真名叫李與美 原來他出道了很多年 他因為這個魷魚遊戲 他社交媒體的追蹤人數 是由4萬 暴升到410萬 相當誇張 即是我們MIRROR 193 姜濤、Anson Lo 那些 搞來搞去都是幾十萬 短短幾天 爆了405萬 神經病 我想是香港一半的人口 所以那些人說 由於遊戲只是韓國和台灣Hit 我相信絕對不止 有很多歐美、美加、亞洲 我想沒有什麼人沒有看過 不是的 講了多了 我這期也跟同事和朋友聊過 有些人真的不知道什麼 我一直在洗他們腦 原來27歲的李與美 原來他已經在2009年拍攝電池廣告 電池廣告也有 真厲害 原來他參與了很多EBS的劇集 EBS等於我們的TVB 韓國TVB大台 《望著未來的少年》和《王海追緝》 這些 朱師奶沒有看過 但有一部劇 叫做《365度逆轉命運的一年》 其中他扮演一個自殘 和戀愛一些很傑斯底利的 喪妹的角色 叫做金世林 最後他因為挽救他的男朋友 不斷想困難 而犧牲了他的性命的一個角色 如果大家有看過 如果大家有看過 這部劇 我覺得跟魷魚遊戲比 就真的無法比 這部劇其實 也不是很久之前 大家可以看回的 但是 我去到一半 我就棄了劇 因為真的很銷魯 台灣的術語 什麼叫銷魯 你只看十九幾十次都不會明白 最後我決定放棄了 我就去了看劇透 但看劇透 我也是看了第二次 原來是這樣 之前黃浩信 不是有一套 說過精神病 還是解離證 又回到之前 又轉 又變成另一個人格 這套 就有一點點那個感覺 對於我們這些 師奶 或者不太想工作繁忙 之餘又再去用腦 各位千萬不要看 說到這個理譽尾 不能夠不講 他旁邊的姜曉 這個小偷妹妹 現在很流行 叫什麼? 艷細麵 鄭浩然 什麼叫艷細麵呢? 細細眼細細 傳統的韓國人的樣子 眼細 而且樣子要很清瘦 不可以太妖艷綠茶表 他說他們那場戲 我也滴了兩滴眼淚 我覺得也是彈珠遊戲 那一個場口 那幾段關係的索造 真的很令人飆眼淚 認識了短短幾天 是因為人家的目標 理想 而令到自己放棄這條命 去承傳人家 我想這個世界真的 不是很多人有 最後想補充一點 所謂食色聖也 聖事就是大眾不能夠描述的事情 但有很多人嘴上說筆 身體很誠實 據這個不專業的統計 有某個YouTube頻道 他就訪問了很多所謂的明星 即是Model Kellwell 包括有哪幾個呢? 有莊端儀 有Rancy 有Supergirl 有某幾個 即是大家覺得最漂亮最索 Heidi 那幾個 還有哪幾個呢? 就是洪永成的老婆 即是反正是這幾個 你說得出名的 有些模特兒我都不認識 但是呢 大波的也有的 即是好像Rancy 每個人覺得他很索 我真的想不到他的性格在哪裡 即是我不覺得他漂亮 又不覺得他很索 經常都好像皮膚很差 可能出海 Wave得多 我想說的項目 就是 莊端儀 那條片 的view數是四十幾萬 其他那些是 最多 包括跳舞的 跳舞那個TVB 新宅的 她的女兒 熊永成 不是熊永成 熊卓立的舊 X 即是跟別人說沒有沒有 然後大肚結婚那個 那些呢 全都是萬多 最多最多 就是四萬多 嘩 但是張當端儀 四十幾萬 即是大家就知道 有很多人 都是很想看空 所以那些新聞 報紙 媒體 傳媒 這麼喜歡 用空來做 Selling Point 就好像 過了新的 肥Vilson 就是為何 做那些 中藝節目 所謂的 封空前 TVB 叫姐姐封空之前 為何他們 這麼有talking point 一個 張秀文 和你們在日本浸泥 張浴 已經搞定你了 還有一個 又是 Joker 那樣的 高海玲 露了一點 已經是尖叫了 那些人 所以 根本就不需要太多 投入的 所謂的創意 創作 金錢 已經做到吸精的效果 否則 美女交遊遊 就不會太多人說了 我是Sherry 我又是Sherry